今月十五年有夠全國勝台軍島競表賽在婚姻館基盤 這場比賽總共有來自全國一百四十幾對目 將近兩千名選手參加 婚姻館 台軍島委員會的主委副電台表示 台軍島是中華武術的一種 而是當香港家非常重要的文化主宣 這場比賽除了為我們黨員會有一個表現的舞台 來後相交流禮貨 宴偉未來更大的比賽來作合作比 李空一級全國台軍島競表賽在八月三號到四號 在後北科技大學基行 總共有來自全國國館七百四十幾對目 大隊來參加比賽 中民非常勝貸 我們辦這個最主要是 要讓所有的台軍島愛好者 有一個很好的公平公正的比賽空間 帶動我們基層的發展 也推動我們營運線的跆拳道 以及全國跆拳道的進步 主播單位婚姻館體育會 台軍島委員會 希望就機會邀請全國選手 來到婚姻交流經濟以外 希望可以當這款選手的運動和精神 典現最好的目的 為各各的比賽做準備 跆拳道是一個很特殊的運動 它不是國家栽培的 也不是社會栽培的 也不是學校栽培的 都是教練本身的熱情 愛好 台天道的精神 自己開館做課 他白天還要正課 所以他跟其他的單項不一樣 台軍島運動在全台灣是非常多人參與的運動項目 不過這幾年也因為種種因素 遇到不太困難 因此婚姻館台軍島委員會 希望可以讓這些運動完一些動力 基層的運動人口大量對決 就是我們社會領導人方針錯誤 然後沒有帶動到基層 所以基層的教練已經非常的辛苦了 而且基層教練沒有得到任何國家的資源 也沒有社會的資源 也沒有社會的資源 社會反而來剝削基層教練 所以現在苦不堪言 所以都靠自己生存 所以要培養選手 現在沒有教練獎金 基層獎金都沒有 所以他很難專機去培養 台軍島外組中華武術 李福音館當後是發展武術來大關 相信在這場比賽中頂 選手都能夠進出 效益自己的公贏 未來也是行為代表國家 進展國際比賽選手 基層台湾差不多